今天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我們看台北股市 這個持交量 已經冷到不行 就跟台北 台灣的氣候一樣 東北季風一旦南行 從冷氣團 現在變寒流 從寒流變得冰河時期 所以到底台北股市冷多久 那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耶誕廉價結束之後 外資繼續要去放他的 所以恐怕要等到下週 下下週之後 才有機會見到亮爭 可是下下週 下下週 下下下週 又要碰到農曆新年 所以台北股市要繼續睡覺 可是我們要觀察一個重點 就是星際大戰來了 最近我們看到川普停家就任 可是川普針對中國的貿易政策 跟匯率政策多所批評 可是大陸是怎麼回應 我們看今天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正式發佈了星際大戰 也就是2016年的 航天白皮書 那不及把整個登月計畫的時間點 給訂了出來 包括對於火星探測計畫 給公布出來 甚至要準備開發木星 天啊 木星在哪裡 這個從月球到火星 大陸已經準備在未來十年 來發展對木星的探測計畫 所以一場新的星際大戰 是不是即將展開 當美國用傳統這個殺雞殺牛的刀 在對待中國的太空政策的時候 到底會什麼樣的變化 特別是中國的太空政策 到底要把人類 把中國帶到什麼方向 好 那我們要觀察 這個除了星際大戰之外 另外一場大戰是新零售大戰 這個禮拜周末 阿里巴巴馬雲又出手了 他一口氣出資又跟中國最大的連鎖通路 這個連華超市的相關集團 進行購病的動作 所以阿里巴巴幾乎一個月買一家 一個月買一家 似乎非常飢渴 到底新零售的市場 電商的未來跟實體通路的發展 會有什麼樣的甜蜜的結合 跟火花的撞出 好 我們今天會請到兩位來賓 一起從財經面 從產業面 跟材料面 跟未來面 來做觀察 好 第二位請教的是我們的分析師坦克爺 好 第二位請教我們分析師大K曾煥文 好 透過我們稍後 我們兩位年輕人分析師 我們一起來解讀中國的太空夢 而中國的太空夢 到底要把中國帶到什麼樣的境界 要把人類帶到什麼樣的地方 那另外阿里巴巴一個月買一家 到底它有多即可 阿里巴巴它的四十大道 何時能夠擠滿 我們將我們告 我來幫你做 進來解讀 好 大陸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我們叫國新辦 今天正式發表了宣戰公告 我們叫星際大戰 這當然開玩笑 它發表什麼 在今天早上公布了 2016年的中國的航天白皮書 這個白皮書總共1.1萬字 而且翻從8種語言 那包括了像這個 今天彭博社也有做一些發問 特別是未來中國的航天產業 太空產業要發展到什麼樣的地步 那我們看重點當中 就是未來五年之類 觀眾朋友這個不是五十年計畫 是五年的計畫 第一個 把這個北斗計畫給完成 形成了衛星搖桿 衛星通訊網撥 以及衛星導航的三大系統 那未來十年之內 要再發射一百顆衛星 來跟美國搶奪太空的一個話語權 在2020年前後 就是未來五年 將會完成35顆的衛星發射主網 完成北斗計畫 到2030年要打幾身 世界的航天強國的行列 那我們今天講星際大戰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故事 似乎在40年前 1980年代 當蘇聯跟美國 競相在外太空 包括了月球登陸 進行比拚的同時 當時就出現了 我們從小最重要的 好萊塢電影的回憶 星際大戰 可是中國在今天公佈了 2006年的航天白頻書 這1.1萬字的一個白頻書當中 到底就出什麼樣的方向 我們兩官朋友來慢慢看 第一個就是大陸發表的 第四部的航天白頻書 介紹整個航天事業跟產業的發展 以及未來5年發展的重要計畫 總共是1.1萬字 而且用8種語言 來做正式的發表 所以這個白頻書 規模還算蠻大的 主要是個政策框架 我們第一個看大陸的衛星計畫 要做到什麼樣的地步 我們再來講它幹嘛 而且它的太空計畫 會對於中美之間 或對於中國 或對於人類 才有什麼影響 第一個是形成衛星的 三大系統 第一個是衛星搖桿 衛星的通訊傳播 還有衛星的導航定位 這三大系統 基本上要在未來5年 進行完成的一個動作 另外我們講的星星大戰 我們最重要的是第一個 2017年 明年就是明年喔 剩下幾天 剩下一個禮拜 幹嘛 要發展新一代的 污染運載火箭 研究遠距離低成本 可重複性使用的運輸系統 就在明年 比TESTA還要快一年 另外一個發射嫦娥5號 從月球的背面 進行登陸跟採樣 然後進行返回動作 完成首度的探月工程 什麼時候 就在下禮拜 明年2017年 到了2018年 這個北斗衛星計畫 會為一帶一路國家 開始提供衛星導航的服務 那未來也會加快成為全球的 類似GPS的導航發展 那在後年 要發射嫦娥4號 要進行中國太空載人 這個太空船的登月計畫 就是2018年 而且這一次挑戰的是 月球的背面 那事實上這個挑戰 月球的背面 具有整個太空探月 這個非常具有一個指標 跟技術的一個難度 因為聽說 這個柯博文的敵人 就住在月球背面 所以中國準備 直接從背面出發 那直接把這些 變形機梗給找出來 那2020年 要發射首科的火星探測器 而且實施環繞跟巡視任務 觀眾朋友最誇張的是2021年 這個 對不起我們跳過 除了2021年之外 我們看到 還有包括天洲一號的 貨運太空船 以及天空二號的 這個實驗室的 進行交會 跟對接的一個發展 那同時開展 木星的探測工作 所以基本上 這個今天公佈的 中國航天的白皮書 把整個未來五年大陸 從探測到登月 包括了火星的探測 跟這個未來的一個採樣 甚至對於木星未來的一個探測 也可以進行開頭的一個 部件跟計畫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 從這個月亮火星 一路準備打到木星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中美的星際大戰 是否開展 那我們從另外一角度觀察 因為事實上 這個之前我們在請教 院舉證院教授的時候講到 事實上數學跟物理 觀眾朋友對一個國家來講 這個人才的培育 它並不是努力跟資源問題 因為數學能力跟物理能力 基本上在一個人口的比重當中 它是個機率問題 數學天才跟物理天才 不是靠後天培養出來的 都是先天的一個天才 所以基本上 我們看到這種大國在發展 數學物理太空的一個背景當中 其實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機率優勢 為什麼 數大必有孤子 人多必有白癡 可基本上人越多 除了笨蛋之外 可能天才更多 所以我們看到 目前中國要利用這種數學 跟物理的人才優勢 要開始進行追趕 美國的計畫 但與此同時 美國川普反而是要回來 推美國在製造 以及跟中國的貿易競爭大戰 所以變成一個是用 二戰時代的傳統貿易工具 一個是拉回到現代的一個 外太空的競爭腳樑 那到底這個國家的資源 人才跟預算的配置 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那我們持續拭目以待 我們先從2016年最新的全球在太空 我們用一個指標 就是目前在地球 環到地球在軌道當中 衛星的數量 來衡量一個國家太空的實力 當然第一名是美國高達549顆 載軌的衛星在運作 不管是軍事 不管是導航 不管是通信 事實上美國在整個外太空 衛星的一個運行的數量 佔全球的二分之一 所以事實上美國在太空優勢 非常明顯 那第二名是哪個國家 第二名就是目前的中國 那中國大陸目前在載軌衛星 有142顆 跟第三名的俄羅斯 131顆 其實非常接近 可是我們看到 中國加俄羅斯加起來 也不過只有美國的一半 那後面我們看到 包括第四大國是日本 英國 德國 印度 加拿大 所以事實上我們看到 這個整個在外太空的世界當中 美國是完全完全 用非常大的距離 非常多的數量 來理學各國的太空發展 而中俄在目前的一個變化 但以前是蘇聯跟美國競爭 中國的趕超追得上嗎 趕得上嗎 這時候我們要先請大家 可以做觀察 因為今天大陸公佈了這個 2016的航天白皮書 把明年的探測火星 後年的登月 第一次明確地公佈這個計畫 甚至對於木星火星的探測 也公佈了計畫 我們怎麼做觀察解讀 這個國務院公佈的這個 航天白皮書 這真的算是一個非常重磅的計畫 裡面的細節非常非常的多 你說1.1萬字裡面 但是我覺得有兩個 是我觀察到的重點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 第一個是屬於這個 北斗衛星的部分 為什麼講衛星呢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衛星系統裡面 其實有四個 對 但最早就是美國的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那還有這個歐洲的捷利略 跟這個俄羅斯的格洛納斯 那中國北斗是這個後期之久 後來才發展 那美國GPS非常早 它大概1994年 就已經全面佈局 漸層完畢 對 全球的24顆衛星 就覆蓋了98%的這個範圍 都可以做到這個定位 定位的部分 那現在美國的GPS是 它有分為民用跟軍用 民用的部分是免費給大家用 你可以使用但不用錢 但問題是民用的部分 它的定位的這個單位 是10公尺唯一單位 對 所以就沒有那麼精準 所以有時候GPS導航 有人會開到這個河裡面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對 但是大家去想 如果你中國 你要成為大國的話 你沒有GPS怎麼辦 萬一 大家假設 美國把GPS這個系統 把它關掉 全球界伍關掉 大家沒辦法使用 那你中國大陸要怎麼辦 你要用指南針去打戰嗎 是 不可能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中國一定要發展 自己的這個所謂千里眼 其實GPS也是很重要 因為包括農業 事實上因為台灣用比較少 像美國的這個 農業的自動化 跟GPS有關 包括土地的測量 包括播種 包括飛機的一個這個 撕灑 肥料跟農藥 其實都很依賴GPS 其實GPS的運用層面 不是只有開車觀光而已 其實在很多的商業應用 農業應用 非常非常廣泛 對 因為剛提到民用的話 它的單位大概是10公尺 唯一單位 但是如果是軍事用的話 聽說在20公里範圍以內 它的誤差範圍只有2公分 你知道美國的這個什麼 無人機攻擊等 非常非常厲害 完全就是軍用的GPS 定位非常非常的準 所以用民用打大K 會K到坦克炎 假如用軍用的話 就打到大K了 對 沒錯 這就是民用跟軍用的差別 那現在只是民用有開放 那中國大陸其實在這個 北斗衛星的計畫 是大概1983年開始有這個構想 一直到1994年才開始研發 那2000年的時候 開始推出這所謂的這個 試驗的系統 那到2007年的時候 終於有第一顆的 這個北斗衛星開始試運行 但是聽說2007年試運行之後 2008年曾經斷訓過 感覺很丟臉怎麼會斷訓 結果他們專家去查 查出的原因 因為有某一個國家 發出大量的這個複雜的電訊干擾 真的喔 所以讓這個北斗衛星的第一顆 斷訓 那好家在中國大陸繼續努力 在2008年發明了一個叫做 反電池盾牌 就是可以避免所有的干擾 所以從此之後 中國大陸的北斗衛星 沒有再被斷訓過 所以是還被拔插頭過就對了 對 所以你知道 這代表激烈非常的競爭 大家就是明的來 暗的來 在那邊搶這個天空的一個地盤 對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大陸在2012年的時候 就是在三年 四年之前 現在只要在中國大陸地區 就亞洲地區 對 北斗衛星已經可以正式使用了 但是一樣 它的定位就是 單位是十公尺 民用為主 那現在預估就你剛剛講 2020年五年之後呢 它要發展成全球 都可以用到北斗衛星 是 那再來呢 時間會拉得更長 就是說 這個北斗衛星的部分呢 其實它裡面的細部分很多 直算哥講過一個重點 說這個中國大陸呢 它沒有陰謀只有陽謀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從 相關的衛星的名字裡面 你就可以發現一些蹊跷 譬如說這個 嫦娥 嫦娥探月 嫦娥一號 嫦娥在哪裡 這中間就是在月球 對 所以其實嫦娥的 這個衛星的部分呢 它就是要去 最早嫦娥一號 是在做這個月球的3D的拍照啊 是 包括你剛剛講的 嫦娥五號等等 也是跟 要跟月球有關的呢 都叫做嫦娥系列 對 那還有一個叫做天宮系列 什麼叫天宮 就是天上的工程嘛 對 空間站 對 天上的這個天宮 那代表什麼 如果你有看過這個 世界末日那部電影 就是這個 布魯斯威利有沒有 跟他女兒 就布魯斯威利帶了一票人 要去這個月球 去這個隕石上面鑽探 然後把核彈放進去 對 那個呢 他電影裡面演到說 他們去國際的這個 這個太空站 然後發生大火嘛 對 這個呢 就所謂的國際的太空站 是 就中國大陸自己的 你要說他是太空實驗室也好 或是說跟其他的飛行器 做接軌的部分 對 就屬於天宮系列 對 另外剛剛北斗的 北斗的部分呢 就屬於導航的部分 所以主要是分這三大類 但是呢 講到一個重點 剛剛講到是進程的部分 就是衛星啊 跟民用 跟民間的GPS有關的 是 另外一塊喔 新華社今天有特別提到 他們五年之後 要重啟這個 重型的運載火箭 是 什麼意思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太空非常非常大 你說要飛去火星啊 木星什麼冥王星 這距離非常非常的遠 對 所以呢 但是呢 未來呢 這個大型的重型運載火箭 就非常的重要 你可以把距離拉長 是 其實太空博弈啊 未來靠什麼 就是誰進入空間的能力 比較強 進入空間的能力 對 我可以走得更遠 然後時間拉得更長 你知道太空是這個 目前看來是無限大 對 什麼黑洞探索等等 你一定要有非常好的 火箭運載能力 火箭運載能力 就跟考大學一樣 你必須先考上再競爭嘛 你沒有考上 基本上就只能在地面上 靠這些望遠鏡 用想像的計算的 所以基本上 火箭的運載能力 是一個關鍵的門檻 而且他強調是 這個重型的運載火箭 什麼叫重型 我舉例 有分為小型 中型 大型跟重型 小型的話 就比如說這種 兩公噸以下的 一般的那種小型衛星 用兩 這種小型的火箭就可以 像台灣的浮衛一號 台灣的幾個衛星 就是小型的 對 那中型的 比如說兩公噸到二十公噸 大型是二十到五十公噸 那如果重型的話 非常重這種 就要五十公噸以上的 比如說 現在全球 只有兩個國家 有這個 所謂的重型火箭的載具 一個但是美國 美國的土星五號 跟著蘇聯 那時候叫蘇聯 蘇聯的N1火箭 那美國這個土星五號 它是全球第一個 就是成功載人 登入月球的這個系統 就靠它 對 那它時間是多久 其實它大概1957年 非常早 1957年就開始研發 到1967年就成功了 那這個蘇聯的這個N1火箭 也是大概於1962年開始設計 但是1969年到1972年 試刑了四次 結果都失敗 所以後來你發覺 這個蘇聯沒有登入月球 對 只有美國登入月球 那現在中國大陸 現在才開始要發展這個 長城的火箭的部分 稍微比較慢一點點 但其實時間拉長一點來看 中國大陸的這個長征五號 在今年的11月3號正式 上月 對沒有沒有發射成功而已 發射成功 其實長征一號最早從1970年代 就開始發展了 那陸陸續續 就發射了237次 其實成功率也很高 大概97% 但是一直到長征五號 這種重型的載具 重型的火箭載具成功 就我剛剛講 50公噸以上的 才有辦法把這個太空梭拉 登陸艇一路的送上去 所以你剛剛提到那個長蛾五號 長蛾五號未來就是要搭配 長征五號一起去登入月球 另外中國大陸的長征五號 在今年這個試飛成功之後 接下來會有一系列的這個 試飛活動 但是你說未來飛去火星 冥王星 木星 到底能發現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美國因為發展了這個 土星五號的這個重型火箭 登陸成功之後 就讓美國的這個民族星 自信心大幅提升出來 對 我們講個經濟數據 這個阿波羅登月計畫裡面的商機 到底有多大 它裡面一系列帶動了 包括航天的技術 通信的技術 跟計算機的技術 讓美國經濟繁榮了十幾年不說 對 那有經過統計 美國當初在登陸的這個阿波羅登月計畫 投入一美元 後來造就了九美元的商機 就是這個綜合效果出來 所以中國大陸未來要發展這個 所謂的這個 航天登天計畫 我覺得這個商機後面 我們需要幫大家做一個關注 好 這商機很大 因為對太空來講 我們是有點害怕 有點期待 有點希望 我們觀察一下 因為今天公布這個航天的白皮書 因為它非常明確的公布了整個完整 明年2017 後年2018 2020 2021 要完成什麼任務 這個計畫是蠻快 蠻兇的 這個舉全國之力 不管是登陸月球 探測火星 開始準備來探測木星 事實上大陸也為了這個做一個準備 才在這幾年 剛剛在海南島 成立了一個新的海南的文昌衛星發射場 而且過去我們對於大陸發射衛星 感覺是高度的軍事機密 不能看 看到要抓頭的 砍頭的 可是事實上我們看到海南文昌衛星發射場 也開始發展觀光 就是在火箭發射的期間 為什麼叫期間 因為火箭哪天發射 火箭哪天發射 就是要看天氣 看各種的條件 所以那個期間 事實上這個文昌的衛星發射場 附近已經蓋滿了五星級飯店 現在大陸很瘋 去海南島看衛星發射 這跟美國的佛羅里亞州的發射衛星 其實非常非常像 所以它其實很多眼 因為我們知道太空產業 不是單純去月球斑塊石頭回來 事實上這個太空計畫的發展 會衍生出非常多的產業 像剛剛大K提到了 一塊錢的投資 在一段時間會有九塊錢的各項回報 因為很多東西離開了地球表面 壓力溫度什麼都不一樣 您的觀察 上次我們來跟大家說就是 原本是說發動機是所謂的工業頂級的技術 那如果太空的話是更頂級的技術 那這一次這個白皮書我們觀察到 其實是整個太空領域主導權的一個爭奪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前幾年 不是有部電影叫全民公敵嗎 威爾史密斯 然後他是不是被美國監控 就直接從高空 從衛星直接監控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 可以監控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用武器的方式 來做一個對付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 是一個更遠大的一個計畫存在 不管是中國跟美國的博弈 那這裡其實是一個 我們認為大陸現在要做的第一個 叫做去美國化 因為剛剛大開提到的GPS 還有像之前的衛星通訊 其實在汶川大地震的時候 大陸也是跟美國用衛星 所以之後才自己發射衛星 這個部分其實在衛星 可是時間很快 就這幾年下就起來了 對 大概這五到六年的時間之內 而且官方有注意到 像我們現在手機在定位的時候 通常只有GPS開啟 可是假如你買的是大陸的手機 它是有四種選項的 不是只有GPS 你可以選擇歐洲的 可以選擇俄羅斯的 也可以選擇中國的北斗系統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全球地位 有四種地位 這種地位很棒 你知道嗎 就是老婆找不到你的手說 沒有 因為我開的是GPS 我就跟你講大陸的 北斗衛星比較好 所以你找不到我 可以怪給GPS 那也反過來講 我今天是用大陸 北斗衛星定位 所以你找不到我 那些用GPS 所以上線有四種定位方式 假如你買大陸手機 他會先選 看你要選哪一種 全球定位方式 這是很特別的 對 其實這就是去美國化的 一個博弈的過程 對 其實因為怕兩個有戰爭 或是之類的敵對狀況產生 那這過程之中我們觀察到 其實不只是整個太空的 產業的推進 其實對於整個基礎材料 也會有一些影響 是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整個太空產業 其實是要運用到 非常大量的鈦合金 那這個是這個美國 所謂的黑鳥偵察機 它有三倍音速 叫做SR-71 那這部分它其實有93個人 它是飛在非常高空的領域 就建議太空那個領域 93個人是用到鈦合金 是 美國的話其實像火箭 還是它的衛星 其實非常多都是 已經用到鈦合金 所以鈦合金我們認為說 它是未來一個 比較重要的技術 那怎麼這麼說 因為鈦合金其實用量很廣泛 不管是在於像是在 航空 太空領域 或者是化學等等 鈦的由來其實是這樣 為什麼叫鈦 鈦是希臘神話裡面 大力神Titan的這個名稱 然後把它用到鈦上面 對 所以其實你看 鈦裡面它會用在哪裡 用在火箭 用在人造微星 用在導彈上 那所以說其實 整個先進的科技上 其實用鈦合金的領域非常高 那鈦合金的優點在哪裡 其實我們要跟大家 簡單的解釋一下 鈦合金其實優點在於 它的這個所謂的比強度高 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 然後跟耐高溫 如果大家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這個比強度 比強度是什麼 就是強度除以密度 就是有些強度很強 可是它比較鬆散 這個比強度它有980 可以跟這個鎂 鋁 鎂來比的話 是最高的 比剛剛最多的13倍14倍 然後你看它的熔點 跟它的廢點3000多 不要忘記 在高空的過程之中 穿越的時候都是非常高溫 所以這個太空 要用在太空的 或者是用在高空領域中的 特殊材料 本身就要有這個燃點跟廢點 都要能夠抗這個高溫 然後又要強度夠 所以這個部分 太就變成 被拿來用在 這個航空的產業之中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發現說太很好 那中國大陸怎麼樣發展 太的邏輯在這裡 大陸的太合金 現在目前是用在 所謂的中端跟低端 如果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做眼鏡 類似這樣子 對 它的需求 跟這個主要 太的這個需求量 你會發現工業佔多少 75% 非常高 這麼重要的金屬 為什麼都用在工業 如果說航天航鈦 目前只有用11% 你會發現 鈦的產業也沒有辦法先 這造成一個現象就是 大陸的鈦的產業 都發生在中階 它沒有辦法往高階移動的話 以後的發動機 以後的飛機 以後的軍事飛機 以後的太空船 衛星 都沒有辦法用到 大量自己的鈦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要這樣講 航天11% 工業75% 我們來比照 看得就出來了 紅色是全球 全球鈦的消費量 一年大概14 14萬噸附近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全球的話 用在航天航鈦領域 有8.3 超過一半 全球的話大概有14.8 然後用在鈦的話 只有8.3 很高對不對 但大陸你看 大陸有4.4的消費量 但是用在航天航鈦多少 0.5 這是非常低 只有大概12% 15%以內 所以你會發現 整個原來的 整個鈦的工業 興起的過程 大陸卻沒有把它用在 航天航鈦上 所以整個工業的發展 就在這邊落後了 所以他們開始要往 鈦合金的部分 做一個加強 我們跟大家預告 所以這個部分 你會看到 他會用太空來帶領 整個大陸的鈦合金產業 往上發展 怎麼說 因為過去曾經有三次鈦的產業 往上崛起 這個產業趨勢圖 其中最後一次在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空中巴士的A380 跟波音787推出來 第一次整個鈦合金的用量 跑到10%以上 然後帶動整個鈦合金的工業 跟所謂的航天工業 等於是從太空工業 然後它出現了一個 技術外溢的效果 技術前進之後 它就是技術外溢 就是說因為當你培養 大量的產能 因為可能為了發展太空計畫 所以建立很多鈦合金的產能 那訓練很多鈦合金的人才 訓練了很多鈦合金應用的人才 只有產生一個技術外溢的效果 這個材料 剛開始是個機密材料 可是隨著時間的突破 跟技術突破 這鈦合金就到了民間產業使用 所以過去只有軍事的武器 可以用鈦合金 現在包括民用的航空器 也應用到這個材料 對 這是為了未來五年做準備 所以說鈦合金的產業興起之後 民用的跟工業用的跟軍事用 都能夠有享受到效果 所以這一次的話 我們認為說整個太空的誕生 往上發展之後 剛剛提到的衛星 火箭 或是運輸裝置 這些對於整個鈦合金的 用量增加之後 其實整個鈦產業會拉起來 然後我們剛剛提到的 各項的應用 航天航太 化工等等 這些應用就會跟上來 我們不能想像20年前 你看你眼鏡是鐵框 鋼框 鋁框 後來慢慢開始大家眼鏡要用鈦合金 鈦合金從本來好貴好貴 到現在變成 然後眼鏡不是鈦合金 就是技術外移效果 因為一個太空產業的發展 它不僅是一個數學能力 不僅是一個物理能力 不僅是一個太空研究的能力 更重要是很多產業相關的發展 不管是壓力 包括微生物的實驗跟研究 人類離開地球生活生命的改變 甚至我們看到材料的工程 像剛剛譚客提出的 像鈦合金舉一個例 甚至燃料的組合 也是一個偉大工程 觀眾朋友 全世界先用氫燃料什麼 就是火箭 現在氫燃料已經要變成 我們正常一般的燃料電池車了 所以太空產業的發展 一旦成功 它會產生非常大人才技術 跟產能外溢 就是滿出來溢出來的外溢效果 所以中國在今天公布的 2016年中國的航太白皮書 到底會對於全球的科技的領導地位 還有對世界掌控的地位 那更不要講軍事跟民間商業地位 才有什麼影響 我們可以持續來做個觀察 好 今天我們看一下 這個屬於是科技創新 可是我們知道大陸在科技創新當中 事實上一直落後於歐美國家 那大陸搶什麼 常在應用創新 商業創新 就是你今天做的 我偷回來我會玩的更大 像LINE可能不是中國發明的 可是中國的微信用的人更多 像這個阿里巴巴不是馬雲獨創的 可是從美國一被發明之後 到中國經過中國的商業創新之後 變得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看到最近阿里巴巴的馬雲 不斷強調電商已始 他幾乎用一個月買一家大型的實體零售 通過腳步在不斷的擴張 為什麼他胃口那麼好 而且他非常激進的在做擴張 這一次買的是誰 買了一個聯華超市的股份 聯華超市又有多大 到底有什麼影響性 到底我們在2017年面對的零售的形態 又有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看到阿里巴巴又出手了 這個非常飢渴的猛病 使得這個電商跟通路 實體通路產生的一個非常甜蜜的火花 好 就在這個禮拜 這個週末又出現新的動作 觀眾朋友 我們先看到 前面這個叫三江購物 就是在月前他才剛剛購病 這股價被阿里巴巴併購之後 漲得有四倍之多 這個非常恐怖 驚人的漲幅 從10塊錢漲到50多塊 所以基本上被阿里巴巴併購之後 整個對於三江購物 這個屬於一個浙江的省籍的一個通路商 產生了出現新的化學變化 什麼叫做化學變化 什麼叫物理變化 就是阿里巴巴跟三江購物 1加1等於2就叫做物理變化 可是一旦阿里巴巴或三江購物 購物互相參加之後 它變成一個平方的概念 它就變成化學變化 所以事實上我們看到從阿里巴巴 自從拋掉了電商的龍頭角色 開始擁抱新零售之後 開始不斷不斷的列地列公司 它似乎在創造更多的化學變化 所以從三江購物 自從阿里巴巴入主之後 入股之後 市場股價狂奔 那在這個週末又新來了 它買了一個最新的聯華超市的股份 市場觀購家去大陸 你對大陸零售有研究的話 聯華超市的通路其實非常多 在全國超過了3000家的零售通路的店 那它主要是像之前的這個異果生鮮 也是生鮮電商來做併購的一個發展 所以到底這個併購案 阿里巴巴在想什麼 阿里巴巴為什麼那麼渴求實體通路的一個變化呢 我們先從這個新聞分醫師的一個觀察來做掌握 第一個是整個消費群體跟消費需求的變化 使得電商要驅動這個消費行為的渠道 就管道要變得更多元 就是賣東西不能老是靠電商 靠天貓 靠阿里巴巴 可能需要靠淘寶或靠天貓 需要更多的通路來進行銷售 另外一個就是上一次其實坦克有提到 就是電商在目前普及率 越來越高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要開發新的增量的難度 非常非常高 為什麼 因為會上網的人幾乎都已經上網 尤其是會上網 又會在網路上購物的人 基本上也已經被開發完成 他們的消費行為基本上已經被框定了 他們的購物習慣也已經被確定了 所以你要開發新的客戶 開發一個新的客戶 其實比維持一個老的客戶 這個成本事實上高非常多 所以事實上想到誰 想到實體通路的客戶 因為實體通路的客戶 基本上可能並不是 這個電商的重度使用者 能不能做這個通路的結合 是做觀察 好 另外一個就是實體通路 他們基本上網點多 而且貼近這個社區 這跟下面事實上就有關了 因為這一次我們從阿里巴巴的 一個出售點看到 他買什麼叫快消費品 也就是我們講快速消費品 什麼叫快速消費品 像牛奶 像衛生紙 像牙膏 像牙刷 他只要是用完會被丟掉 不像是電視機 像電冰箱這種叫耐久殘 我們一般都叫快速消費品 像餅乾 像買的漢堡 這都屬於快速消費品 那因為快速消費品 目前來講 在電商的需求越來越多 很多人現在開始喜歡用APP叫飯 APP叫餐 可是事實上 電商在管理這些東西的時候 非常非常複雜 尤其快速消費品 尤其一代碰到生鮮部分 哇 因為它非標準化 觀眾朋友 你說哪有 都標準化 觀眾朋友 因為它沒有標準集中化 我舉個例子 電商時代來臨 觀眾朋友 其實你去問問看 你身邊親口好友 有誰使用電商買汽車 汽車不是一個很單純的工具嗎 汽車的型號不是都公開的嗎 反正就是基本款 旗艦款 尊絕款 每一家車商都是三款 基本款80萬 尊絕款就是89萬 旗艦款108萬 那不是都一樣嗎 那配備也是全部公開的 那為什麼你不能在電商買汽車 非要跑到汽車商的門市 去選購汽車呢 我們去買房子 其實房子也都是一樣標準化 反正不就是32平 48平 96平 都一樣 樓層高低 可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在網路上買分子 非要去工地或樣品物看一看 因為事實上有很多 它必須是一個見面交易 見面式交易 不是每一個生意都是非見面式的交易 我今天買一個手機 我可能可以直接網路上訂購 可是我買汽車 買房子是大的 買便宜的 像買水果 它可能需要看一看 摸一摸 抓一抓 那需要更多的服務品質 尤其橘子 它可能有良品 特優品 可是意下裡面會有壞的 那怎麼辦 這個退貨 送貨的成本 其實非常非常高 所以快銷品當中 必須有實體超市 來做門市的配合 那就像7-11 現在光是做網路的購物 基本上這個配送 聲音就很大 那另外日用品的標準化 跟高頻消費 還有低單客價 這個低單價的邏輯 基本上不太適合 用電商的商業邏輯 因為配送成本很高 你一次買個80塊東西 我配送成本就120 怎麼配送呢 所以這時候 利用電商的客戶的忠誠度 來轉到實體店面 來進行消費 可能更可以開發 這些客戶的潛戰價值 那另外還包括 北地生活的流量路口 還有生鮮採購品類的組合 都是電商的一個擴張的契機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我們叫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最有名字 四十大道 但阿里巴巴目前就在招募四十大道 它準備敲開你的大門 準備打開你的荷包 所以之前併購了三家公司之後 現在又併購了聯華超市 觀眾朋友這是大陸 這個券商提供的一個計算方式 其中當然有大家耳熟能詳的高薪零售 就是中國大潤發 這邊是門市的數量 但是中國很大 像我們看到聯華超市在中國的門市 截至今年的上半年 高達三千七百九十六家 那中國大潤發是四百十一家 但不一樣 因為每一個營業的面積有大有小 所以你看中國大潤發的營業面積 高達一千一百三十九萬平方米 所以這個有大店有小店 有的是超市有的是大賣場 那我們從市值的角度觀察 但目前中國最大通路商 應該就是中國大潤發 那像聯華超市雖然有三千七百九十六家店面 可是它市值其實不高 只有二十九億人民幣 事實上也不過一百多億台幣 那為什麼這一次值得做觀察 因為這是PS的市銷估值 PS的意思是Price跟Sales 就是股價除以營收 用這個角度每股營收 每股的股價除以每股營收 觀眾朋友這數字越大越好 還是越小越好 股價除以這個個股 每股的股價除以每股營收 觀眾朋友越大越好還是越小越好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當然是越小越好 為什麼 因為可能我們這個股價只有一塊 可是營收就有十塊 那另外一種是營收一塊股價是十塊 好恐怖喔 這槓桿好大 所以通常這個PS比越小 代表越安全 它的投資剛好沒有那麼大 我們看到聯華超市很恐怖喔 它每一塊錢的股價 支撐的是十塊的營收 阿里巴巴光是在併購的過程當中 上次買了三江公物 觀眾朋友你看喔 聯華超市它新併購的 一塊錢的股價 可以支撐十塊錢的營收 三江購物在它併購完之後 是什麼邏輯 是一塊錢的營收 背的是四塊的股價 反過來喔 一塊錢的股價 背的是十塊錢的營收 現在是一塊錢營收 背的是四塊股價 這來回差了44倍 所以阿里巴巴這個財務操作 光是一個操作 就使得它的子公司的身價暴漲 可是我們也看得出來 中國的零售類股 在經過這五年的低迷期之後 其實有非常多的市場通路 已經撐不下去了 所以大家要我們觀察 因為事實上我們持續的追蹤 新零售概念 大家講新零售 那不就是大亂發 跟阿里巴巴合併嗎 我們就破梗了 可是觀眾朋友 你要去想個問題 到底會新生什麼樣的火花 你來觀察 自從馬雲 在雲七大會提到新零售之後 其實我們一系列一直在追蹤 馬雲 阿里巴巴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之前提到 買國銀太百貨 百勝中國 KFC這個Pizza Hunt 王老吉 還有上個月的這個三江購物 那三江購物當然主要是 Focus在這個生鮮這一塊 那現在呢 又要買了這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 連華超市 連華超市 所以你覺得 其實馬雲好像在玩拼圖 對 觀眾朋友有玩過拼圖吧 其實拼圖說真的 你15塊到20塊的拼圖 你大概三五分鐘 你就可以玩 可以完成 對 但是呢如果你玩的是 500塊的拼圖 要兩到三個小時 對 差不多 然後如果增加一倍 變成一千塊的拼圖 你要花增加三倍時間 要到八到十個小時 拼圖數量增加一倍 數量增加一倍 但是呢 時間要增加三倍 真的喔 那有趣耶 所以你如果拼兩千塊的拼圖 大概花一天超過要三十個小時 是 所以你覺得阿里巴巴併購的速度 剛好是反過來 對 就像你講一個月併購一個 所以它的這個成長 是成幾何幅度的一個成長 非常可怕 那新零售的部分 其實就是簡單講 就是由線上變到線下 那我們這邊簡單整理 其實呢 中國大陸電商一直在做這一塊 京東是什麼 是屬於線上的 對 那它其實之前有入股 永恢超市 就這一次把股份賣出來了 對 它是屬於線下的 那阿里呢 之前也要這個 入股這個蘇寧 蘇寧之前是蘇寧電器嘛 對 也是屬於線下的這個實體通路商 像參觀一樣 對 那Walmart當然從這個 線上呢 想要 從線下想要併線上 這1號電是屬於 對 這個線上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上次提過 大陸發屬於線上 線下 那它發展飛牛網 屬於這個線上部分 對 所以一直有在做這一塊 其實台灣有一個很好的意思 其實台灣有一個老闆 很有眼睛的富邦集團 因為富邦除了某某購物台之外 事實上他自己富邦也有某某百貨 他也在做線上線下的一個整個 所以他就說 富邦在新一計畫區 開家百貨公司幹嘛 要賺錢的機會 其實應該來講不太大 那一塊百貨公司加飯店 其實做別的用途 可能報酬率更大 就是富邦的菜家 其實也看到這一塊 就是線上跟線下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火花 因為我們知道 電視購物跟百貨公司 同樣都屬於高單價的客戶 所以事實上富邦也在做實驗 只是這個實驗腳步也算是很快 所以開一家實體的百貨公司 那順便配合他的網路跟電視購物 再做一個交流 但到底怎麼交流 其實這個故事還很漫長 還值得期待 對 而且我們剛剛提到 是中國大陸電商 就是線上跟線下 其實美國最大的電商誰 是亞馬遜嘛 對 那亞馬遜前一陣子 不是開了一間這個 那個亞馬遜購嗎 對 簡單講就是 你去這店裡面 你不用掏錢 對 你只要進去之前 用你的手機 跟那個 進去那個閘門稍微刷一下 是 他就知道誰進來了 對 然後你拿了任何一個商品 你也不用去結帳 你拿了之後 不小心反悔再放回去 他都可以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購買這個商品 對 所以當你走出去這個店家之後呢 他馬上手機的APP 就告訴你 你花了多少錢 買什麼東西 用信用卡馬上付款 對 所以亞馬遜也在走線上跟線下 只是 他沒有去併購 他自己去創立一個實體通路 對 所以大家其實走的方向一樣 只是這個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亞馬遜自己開 因為美國的開店成本很低 說實在的話 美國的開店成本其實 因為土地 土地真的太多太便宜 對 美國是人工貴 這個亞馬遜購 他是開在這個 他的總部附近 就是在這個西雅圖附近 那邊的地價其實是不便宜的 對 但是對於跟其他國家比起來的話 算是還是比較 相貴成本比較便宜 對 剛剛提到這個永輝超市 為什麼他要賣掉聯華超市 對 我們要討論一下 這個聯華超市裡面的股東 其實永輝超市 他佔有21% 他等於是第二大股東 為什麼要賣掉 永輝超市 其實他也是做實體通路的 也是 對 他其實當初入股 買這個聯華超市的股份 大概一年八個月的時間 這次就把它賣掉 對 原本市場上是非常看好 永輝跟聯華的這個合作案 合作 因為我一樣實體並實體中文化 規模經濟 對 規模經濟 我這個進貨成本就比較低 可以壓低 但結果發覺這個併購一年半之後 沒有 這個財報出來 聯華超市還在虧損 所以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發覺實體並實體 沒有大家想像這麼容易 你如果沒有線上來引入這些新的 這個附加價值 基本上效果並沒有那麼大 所以他們後來放棄了 才一年多就放棄了 對 一年八個月 對 那這個聯華超市 它其實是全中國最早上市的一家 這個零售企業 最早上市 那它底下其實分成三塊 分成四季聯華 聯華超市跟快客便利 那總共的電數呢 這個門市大約就3796家 那簡單講 四季聯華就是所謂的大型綜合超市 就是像大倫巴一樣 像大倫巴一樣 就是所謂的大賣場 對 那這個聯華超市呢 就是這個超級市場 像全聯 全聯或說這個頂好 對 頂好這部分 那另外呢 這個快客便利 快客便利就是便利商店 對 那其實你仔細看 他們公佈的這財報裡面 其實賺的錢都不多 你看這個大型綜合超市 就是這個四季聯華 對 你看它去年 今年前六月的這一個 不管是毛利率也好 或說這個綜合收益跟利潤率呢 對 基本上成長都不大 甚至還有點衰退 利潤率還0.88 對 100塊生意才能賺 對 真正的賺錢 八角而已 對 不到一塊錢 對 那你說這個超級市場部分 還好賺一百塊錢 近賺呢 三塊多 但你看便利商店虧錢的 對 去年也虧錢 今年也虧錢 對 一百塊生意呢 其實還要倒虧三塊 對 所以到底這個阿里巴巴看到什麼 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要玩拼圖 要把他這整個新營收的拼圖 把它完成 對 那馬雲現在整個阿里巴巴的系統裡面 其實東西很多 是 你說我們把距離拉大一點來看 四野拉大 它有阿里雲 阿里雲底下呢 是做限時的高速公路 就像你可以發現 其實阿里巴巴的營收裡面 阿里雲這一塊的營收的比重 不斷的成長 大家可以去查 那另外呢 馬雲金服 大家也知道 馬雲金服IPO創這個史上最大 對 那它管的就是消費金融 就是金流這一塊 對 那當然它底下還有物流的部分 物流的部分是這個菜鳥網路 對 那加上我們剛剛提到的零售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阿里巴巴這個馬雲 就是要把它最後幾 它等於是物流 金流 資訊流 它現在要實體通路的人流 四流結合 對 最後這幾塊拼圖拼起來之後 我們覺得阿里巴巴會非常非常的可怕 我要請要談給我們做觀察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一再追蹤 因為事實上 新零售的一個發展 事實上 它可能會對全球的商業界 官朋友它是個投資機會 為什麼 因為今天可能 官朋友你有開了兩家店 三家店 或許一些上市公司 它可能有十幾家的分店 它沒有任何價值 它是個脫油品 因為電租好高 一利休 勞工成本也很高 可是事實上 客戶的價值會因為新零售的概念 出現完全不同的一個重估 價格重估 或許很多食品店面 到了未來 它會變成有一個非常不凡的價格出現 同時 每位去實體通路消費的客戶 你也因為線上跟線下的結合 你也有重新被再 再repricing的機會 就是再提定價的機會 所以事實上我們看到 整個零售商在這幾年發展 事實上幾乎都被電商給打掛 只有什麼永輝跟大論法 就這一次 永輝被子公司被病的 這個零化超市它的發展 事實上剛剛其實 這個大哥也提到 從整個線上線下 這個交流其實是一個人交易鏈的改變 它不僅是面對消費者 它回去也會對供應 產生巨大的壓力面觀察 對 我們一直來跟大家強調 馬雲要做的就是 直接面對製造商跟供應商 再面對消費者 他做這兩個區塊 然後中間全部都是他 包括付錢 包括送貨 全部都是他 所以他搞什麼菜鳥網路 剛剛提到的螞蟻金服等等 這裡其實我們要觀察這個事件 這一次事件 我們特別觀察第一個叫做 他是用異果生鮮入股 他旗下 異果生鮮在做什麼的 如果你看 他賣的是海南島的哈密瓜 然後什麼那個猕猴桃 就是奇異果 大陸叫猕猴桃很有趣 他用這個水果的 生鮮超市的網路電商 來入股所謂的聯華 聯華很有趣 你會發現聯華是直營 跟加盟的方式都有 剛剛大概提到的 大型的超市 超級市場為什麼那麼多 因為很多是加盟的 你會發現 所以這個環節裡面 它的點是非常快速 因為加盟是用 加盟很快 加盟用別人的錢 對 可是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跟一個新聞 扣在一起 就是為什麼他用水果 用農產品的這個電商 來做一個併購 因為其實最近 前一陣子 不是大陸在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 其實會產生一堆 就業的問題 我們上次來跟大家講 什麼經濟工作會議的方向 第一個要穩 什麼穩中求進之外 就是要穩就業 才能夠穩社會 穩就業的過程 你會發現農業部 在12月23號 就聖誕節前夕 他就說鼓勵返鄉下鄉人員 創辦家庭農場 就是有很多人沒工作了 被供給社改革掉 製造業沒工作 回去鄉下 種田 但這個種田 你說種田沒什麼 對 沒什麼 但現在新的種田是在於 要有標準化 要商業化 然後有一個邏輯在這裡 這才是中正的關鍵 官方給予家庭農場 大量補貼 我跟你講 專門有些生意的是 看補貼做生意的 對 就是之前家店下鄉的時候 很多人就跑去做家店 汽車下鄉好不好 跑去坐汽車 現在因為這個農產 家庭農場要補貼大量 他們也開始轉進這邊 馬雲一定看得到 所以你看 在這個過程裡面 舉例 浙江林坡 他對於一些示範好的商家 給予每家10萬一次性補助 50萬台幣 50萬台幣 然後像江蘇 給予3到5萬的補助 然後年銷售如果好的話 100萬以上的話 還可以獎金 一趴的獎勵 很多本業都沒賺錢 就靠這個獎勵在賺錢 對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 農民 馬雲不用去擔心 政府會幫你治療 你的供應商 你的農家 農產品怎麼來 政府會幫你治療 那馬雲要做的 就是把渠道做好 所以你看 現在在做什麼 精緻農業 就叫什麼 就叫農超對接 就是農產品出來 要給超市 這大陸用語 農超對接 對接就是接口 很簡單就是看台灣 台灣不是有什麼大盤商嗎 對 然後柯文哲還因為這樣生氣 對 可是現在不用 現在就是要直接把農產品 可以直接賣到超商 履歷認證 對 履歷認證 然後你看現在 以前是零裝散裝的 現在全部用箱子裝 所以這過程裡面 其實最近還在推行這個 叫做 對零售三合一的標誌認證 但是大家關鍵在這裡 這些都很貴對不對 新的農產品很貴 對 蓮華它的主要點都在哪裡 在華東 江蘇很多 上海多少 2000多家 對 然後浙江也400多家 這又是有錢的單位 所以馬雲把農產品變貴了 然後去卡位有錢的消費點 把農產品變貴了 去卡有錢人的口袋 賺更多的錢 賺更多的錢 這就是一個生猛的計畫 好 非常感謝兩位 謝謝